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那么正在北京进行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哈格尔和中共国防部长常万全 4月8号在联合记者会上展开面对面交锋 哈格尔强烈指责中共在海上有争议地区升高紧张关系 他指出呢 中共无权单方面的在有争议领土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 并表示一旦发生冲突 那么美国将保护他在亚洲的盟国 而中共国防部长常万全也是针锋相对 表示北京愿意以外交手段解决领土争议 但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回应 这次联合记者会是在美中两国国防部长举行两小时的闭门会谈之后召开的 尽管会谈的细节没有向外透露 但是哈格尔和常万全在记者会上的激烈言辞交锋已经表明 双方显然是没有在东亚地区紧张关系问题上达成共识 黑龙江建三江警方拘留并酷刑虐待唐吉田 江天勇 王成 张俊杰 四位维权律师的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那么总部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4月7号表示 中共当局应该就四位知名人权律师遭警方拘留期间 施以酷刑的案件展开调查 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索菲李察森说 警方拘押人权律师并施以酷刑所侵犯的不仅是这几位当事人 而是整个法律专业 如果不予以公正的调查并追究侵权的责任 那么中共政府高唱的法治论调将流于空谈 新公民运动的系列案件中的丁佳琪李卫张宝成案 4月8号在北京海淀法院一审再次开庭 有数百人到庭外声援 中共当局派出了上百辆的警车和数百警力戒备 至少有6名声援者被警方带走关押 那么庭审是经过了8个小时结束 张宝成择日宣判丁佳琪还有李卫周三继续开庭 而被指为是新公民运动的案件的首犯许之勇博士 将在星期五做出二审宣判 而中国大陆维权网站六四天王的两名公民记者 柳学红行健在北京被刑拘一个月后 4月7号获得取保候审 和他们一起被抓的另一名公民记者王晶 则是仍然被关押在东北的吉林 不许和律师见面 这三名记者是因为在中共两会期间 以图片和文字报道了访民在天安门洒传单 自焚等事件才被警方刑事拘留的 好观众们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